所以也是想听听 你对于现代敬拜赞美 因为你几乎你的创作诗歌 大概就会被归纳为 现代敬拜赞美 那我也知道 黄牧师跟你 黄一鸣牧师跟你 是台北艺术大学 前后期的学弟跟学长 听众朋友 我们都是好朋友 先这样讲 我们都是老朋友这样子 那你们都是对音乐跟敬拜 其实真的都很尾声 很认真 用音乐来服饰 那他路线跟你路线 的确是不太一样 那倒不是好坏 对没有什么好坏高低 我觉得你刚刚也都说了 而是你们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approach 不同的方向 去从事纠叫的音乐 跟敬拜的服饰 所以我想请你回应一下 下一次我要找你们两个 一起直接来对谈 更活化一点 好久没看到他了 你对于他上一次讲的 就是觉得像现代 敬拜赞美诗歌 好像已经取代了传统的 圣乐与敬拜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环境的影响 就好像早一点 你当你一个飞机发明的时候 就很少人坐船 有人能够开车 就很少人要骑摩托车 我的意思就是环境会死燃 你有一个习惯之后 你另外一个习惯就减少了 那为什么敬拜赞美会在这些年当中里面 我在华人当中里面带着那么大的冲击 我个人觉得两个 第一个 原来的传统的没有推薪 没有推薪 什么叫没有推薪呢 以目前现在几千个华人教会当中里面 写个人太少了 也比较难 这种人很难培养嘛 所以你要找一个写个人出来 我个人觉得不多的 所以你过去的东西 你又没有推成初心 当然就会遇到瓶颈 第二个 新的环境进来之后 很多他们说叫流行 流行文化入侵 其实不是入侵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常常看到人家坐飞机 你一定不会想坐船去美国啦 从台湾 从很多地方 因为习惯会改变 环境会让我们习惯改变 所以流行文化 他们叫做流行文化 一些比较传统的 会有这种讲法 我完全同意 因为就是说新的东西出来 那对新的东西而言 我个人觉得教会没有很好 做意被承接这些新的潮流进来 因为没有承接 所以他一进来的时候 原来连传统的都没有想象那么快 有一年我邀请一个团体 到台湾来 我在台湾办 开始已经办了很多聚会 我要要500个 1000个年轻人是很难的 非常难 那要很多教会动员 总算加上年长的年轻人 凑合上千个人 算是很大聚会了 但是居然 这个年轻人一来 这些小矛头一唱歌 年轻人多到不行 多到我会掉眼泪 我怎么会看到都 我渴望了年轻人 怎么这个时候出现了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环境使然 这是我这样觉得 所以敬拜赞美 到底怎么样的方式去看待他 我觉得是自然的 但是我觉得以传统的 或是这些守门的长老 面对这样的状况 不好意思 这几十年我们都没有尽到 我们应该做的责任 洪文刚刚讲的意思 我相信大家能理解的 就是我们有没有在 其实我们如果很重视 教会的音乐敬拜 其实我们应该是预备好的 你刚刚讲的非常好 重点根本不是说 可不可以唱什么样的歌 而是我们自己预备好 怎么去拿捏跟交接这些 那洪文像我们在美国 就这其实也是我在维珍里面 一直在提唱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把老师歌 重新来编曲 让年轻人比较习惯的 音乐的曲风来唱 那那些词是老词 老的词 可是事实上做的新的编曲 那事实上有些词 也的确翻译有点旧的文言文词 那你也不能怪年轻人 像我最近真的把真神之爱重翻 你知道吗 真的年轻人跟我说 对 年轻人就跟我说 我现在就懂这在讲什么了 那我就把它翻成比较现代中文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 我们要一起努力 可是因为过去好像 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块 没有人看到这一块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会跳出来 我不是专家 但是就是想跟大家 我们一起来呼吁 更重视这些东西 那想问你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那你会觉得就是说 呀没有错 现在大家就只能这样 就是说我们也不会去怪说 这样的音乐就是不好的 我们只是要小心去做 注意这些歌的内容 那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吸引年轻人 那你会觉得像今天的 会众唱诗的能力跟素质 有比较差吗 非常差 非常差 如果你问我 我说非常差 不要说音唱不准 走掉了真是很恐怖 真的不好意思 我觉得连起唱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很羞耻 为什么会这样子 环境使然 教会看重宣教 教会看重敬拜 但是教会对很多工养成教育都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说我是专家 我来批判你 这个不是我的态度 我个人觉得 我就进去里面 能做一个做一个调整 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不能回避 我这个是我的责任 我既然学音乐 虽然我常常在街上 街头上唱歌 但是我不能回避 因为这是我所看见的 我既然看见 我不能只看见 我不能只说我还要做 这是我的做法 所以我就是 我就尽量做 大概是这样子 是我觉得红文牧师他不会是说 我是个音乐人 我觉得你们水准太差了 他是一个 我就跳进来 我带你们怎么样去练习唱诗歌 或者怎么样子唱诗歌 那我知道我相信 不管是黄一鸣牧师 或者是秀红文牧师 我们其实对于 就是说 我相信他 红文牧师 你一定有这个经验 我有一次在大陆 也是去培训 那我在一个 就是那种 那个家庭教会 那其实有一个老妈妈 其实他真的唱得五音不全 可是我知道 他好认真在敬拜 我倒是知道 他很认真在敬拜 所以我相信 我们这些所有的 我们来宾里面 或我们所有这些 做音乐的同工 绝对不是在笑人家 唱不准的问题 而是你有机会 教会有机会 有责任 去带领他们唱得 可以更好 更能够去进入音乐中 所以我知道 你是真的很努力的人 你不仅自己在第一线步道 你也事实上 你是走入年轻人里面 想要带领他们 对于音乐敬拜上 有一些转变 那你实际的方法 好像你有开一些 音乐侍奉的课程 是不是 还有哪些东西 跟我们介绍 是 我平常 我会带他们一起服饰 是 而且借着服饰 来帮助他们 可以用比较好的音乐语言 所以我办演习会 会针对这个群体的 那如果是会众呢 我至少在办的时候 在办唱歌的 我也希望他们 能够唱音准 能够听 能够听 一定要听嘛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告诉他 从从来没有告诉他们 要怎么听音乐 特别这些弟兄姐妹 进到教会里面来 他们根本没有那个素质嘛 也没这种训练啊 很多人 第一代的基督徒 他们很热心唱歌 但是不好意思站上去唱歌 吓死人了 不是因为太感动了 是五个音都唱不起 好恐怖哦 但是 我们要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 那另外就办演习会 然后现在连国外的 很多偏远达不到的地方 我就办演习会 办一些上课的 上课的 就是在云端上的课程 这个是另外一种 但是说真的 我必须成为一件事 我到目前 我办的大概有八百场 哇 是 杯水 杯水车薪 是 我真的觉得太少了 跑不完 所以我鼓励 如果真的 我们线上有一些 也是学音乐的同工 你听见了 求主让你 也下来做 阿们 我个人觉得 是 有很多方法啦 在教会里面 如果你有机会去宣教 去帮助他们把音调准 不要每次弹那个 不准的钢琴的声音 然后脸都皱起来 你就记得带着 学点调音 调音的器材 带去的时候 要谈之前 先把它调准 再谈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东西都需要 我们一起 一起来努力的 我相信一定 有比我更好的 一定有的 所以我求主来感动 如果视频看到的 特别是北美的华人 你们这些 很棒的音乐家 拜托一下 你们也来参与一下 谢谢 黄温孟师 真的是宇宙心肠 可是我觉得 他是很认真的人 他就是一个 就去做 不是在批评 不是在讲别人 怎样 而是我们大家 一起来做 其实我也是看到 我看到整个教会 对于整体的敬拜 音乐的敬拜 是荒凉的 不是 不是现在敬拜 在买诗歌 多好听 多少音乐创作 而是教会的敬拜 本身是荒凉的 没有人出来带 没有人出来引领 所以我想要问你 你刚刚也讲 鼓励大家 出来参与音乐 的侍奉的工作 我觉得真的很棒 谢谢你的呼吁 那我也想问你 就是说 你会不会想要鼓励 年轻的这些 诗歌创作者 会跟你一样 你会不会想鼓励他们走出情房录音室 到穷乡僻壤去传福音 像那个Jackie Pollinger一样 这个去拉那个流浪汉一把 拿自己的衣袖去擦掉他那个嘴角的口水 你觉得 你会怎么说 我觉得我比较不敢这样子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 而且在整个社会的架构当中 里面有很多族群 不是只有这种族群 有的人你可以弹那种钢琴音乐 去扶持一些商业的场所 人事 对啊 有的人可以做一些音乐 给那些工人听 有的人可以做一些音乐 让一些沮丧的人 可以成为他们的安慰 我觉得太多工作可以做了 只是看得越多 人者多老老者多累累就累死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年轻人 如果你真的愿意来服侍神 就求主帮助你看到你能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然后你接受装备 如果你真的发觉到你做到一个程度 遇到瓶颈的 你就找老师 找教练 包括我现在 我前段时间身体有点不 我老是被主接走之后 我就没老师了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从我开始出来服侍 到前几年 我都还找老师 是 我找不到老师 音乐找音乐老师 我发觉到 我的老师给我的帮助很大 不见得是比我年纪大 我请他帮我听声音 我请他帮我听歌曲 我请他帮我看我做的音乐 我都会这样做 所以如果年轻人真的这样服侍 我觉得年轻人可以做 不仅写好了歌 也要写好的词 因为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情绪太多 然后严谨太少 这个感情太多 理智太少 为什么呢 因为诗歌 你不仅唱 你要给别人唱 如果是音乐侍奉的人 我鼓励你写完你的歌之后 拿给你们教会的长辈 属灵生命比较好 甚至有神学背景的 看看歌词 因为这个动作到现在为止 我都在做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我写歌写完就拿着 让我写完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不能修过几次了 所以各位 如果有年轻人 真的要服侍神 你要找到你的 mentor 你要找到你的 coach 你自己在你的专业 神要你走的路 如果说你觉得还不满足 你再来问我 没有关系 我就告诉你 我们那里有一些 奥巴桑 龙人 他们需要有人服侍他们 我的意思 类似这样 Jackie Pritcher很好 但是不是 都是这样子 是 我觉得 红文牧师有两点非常重要 他讲的就是说 如果神把你放在 是国家音乐厅 去侍奉另外一群人 你就去侍奉 可是如果你是 神感动你去 不管是去做吸毒的 或者是这些乡下人的 你就去做你的 音乐就像一个语言 一个工具 你刚刚讲的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的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像我这样一个 我不是什么有音乐训练 可是我的神学跟圣经 够熟了 还可以了 所以我常常在听歌词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句是从圣经 哪一个地方 你可以跟我说 你从一个意义 像一个image里出来也可以 但你不可以给我一个 完全没有的东西 然后很多就是 你刚刚讲的那种 都是自我陶醉 自我沉醉的东西 那这种东西 OK 你自己 你个人敬拜就算了 对吧 你拿来会众唱诗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 是有困难的 这不能 这没有神学 很solid的根基的东西 拿来做会众唱诗 是有问题 所以他刚刚也提醒我们 那我觉得你另外讲 那个不要去学别人 其实这个也是 黄艺明牧师 他其实他上一次在讲 他也不是说 他就在反对 现在敬拜赞美 他只是说 因为有些年轻人 已经以为 这种现代敬拜赞美 这种演唱方式 有那种错误的认知 好像大家都要来 变明星一样 你知道吗 然后都在模仿明星表演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年轻人可能被 我们不再说 现代敬拜赞美不好 而是说 现代敬拜赞美的呈现方式 已经让一些年轻人 有一些误解 认知错误 对 误导他们 以为就是好像像明星一样 来唱 歌唱技巧很好 声音很美 然后灯光美 那气氛家这样子来演唱一样 所以你想要对于 现代这些诗歌创作者 你刚刚也其实已经讲了一部分 就是说你应该要请神学院老师 或者是神学比你清楚的人目者 或者甚至于你就 你为谁写 你给他们听好了 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为谁写的 你给这样的会众群 这样的族群听 那你会觉得说 你有什么比较想要跟 现代音乐创作者说的话 除了刚刚就是请求帮忙 还有呢 基本上 我个人觉得对于这种 所谓的现代的现象 领袖很重要 教会这些所谓的年轻的领袖 他们如果看见了 想要学外面的 我们这些老挝啊 真的没办法 很难改变 但是如果终生代的这些领袖 如果你是还有决策选 还有能够引导教会前面的路 我觉得求主 求主给你们有智慧 去帮助年轻人 不要把教会的舞台当成是舞台 让他们当成祭坛 让他们上了台 死在上面都没关系 下了台不要又在那边晃来晃去 如果这种人 怎么可能在我的教会出现 但是不好意思 上梁如果不振下梁就歪 所以如果跟年轻人说 我真的求主让这些 现在目前年轻教会的领袖 能够思考一下 年轻很棒 但是流行真的很好吗 有要调整一下 因为这个不好意思 我讲到人在讲我 变我坏人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不敢讲了 在你的会课室稍微讲一下 讲到很多年轻人 看那些领袖看到我 都拜托不要来 阿伯不要来 为什么叫阿伯不要来 我说你们这些人做的 让你的教会变成这样子 你的教会真的要这样子吗 打不出来 别人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也这样子 好像是这样子 求主帮助 让这些年轻的领袖 终生代的领袖 能够承接 能够把那个破口堵起来 我不是说化妆不好 我不是说灯光美气味加不好 而是我们的态度需要调整 我觉得我们态度太差了 我们是把当演唱会吗 主角是神不是你 然后唱完歌就可以走了 我只要这样子 你是来敬拜神 还是来做什么事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些东西 要这些年轻的领袖来矫正 洪文牧师刚刚讲的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 他很走入年轻人 可是走入年轻人 不是被年轻人牵着鼻子走 因为我们现在为了希望 年轻人愿意进教会 结果我们好像都要 投其所好一样 那我们固然可以用 他们习惯的喜欢的音乐 或习惯的音乐都没有关系 或者习惯的方式也无所谓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 为了要他们进来 我们便在迁就他们这样子 那这就不是神为中心了 教会的不管讲到 事奉或音乐敬拜 都是要以神为中心 不会是变成是人为中心 有时候我都会想说 对不会 不会因为 不会 我常常讲 如果这种人 这样子的方式来敬拜神 神也不喜悦吧 我觉得这种教会可以关门吧 这样子 我都开玩笑说 教会没有人 我就清唱吧 没人带敬拜 就清唱 有什么关系 我们唱不好 也没有关系 神知道我们认真在唱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侯尔牧师 刚刚其实他提醒的 另外一点也是 就是说 你有很强的音乐背景 你清楚神的呼召 可是要有神学训练 还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那不管神把你放在哪里 或许你可以在很高级的地方 或许你也可能就在 这个乡下游走 都没有关系 或你就去宣教 对不对 你在哪里都无所谓 真的是就像保罗说 不管是处富贵 或处贫贱 你都可以安然 对 都是很安然自得 因为是神把你放在那里 那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就是侯尔牧师说的 去参加侯尔牧师的线上讲座 而事实上侯尔牧师也说 你们不用来听我线上讲座 如果有人比我们更好 更优秀的人才 大家一起来做 对对对 我想要串联 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老朋友 那我们真的都在 很好的福音的教会 福音态的神学院长大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 希望慢慢导回正轨 因为事实上 我们已经看到 有一些线上 真的是不对的 不好的 所以侯尔牧师 最后有没有特别 想要对于未来华人的 这种音乐事工方面 你自己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想要对年轻人说的 或者也包括对教会长辈 你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说终生代 你有影响力 你可不可以站出来 你要知道怎么带领教会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你想要跟我们分钟分享 基本上年轻人是一个 非常棒的资产 但是我个人觉得 现在的华人教会 对于资产的经营 我个人觉得我们求助 给我们有智慧 跟方法去帮助 这些年轻人走在对的路上 我举个例子 我在我年轻的时候 在我的教会里面 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福音队 有各式各样的福音 而服饰的内容 我是觉得怎么 现在都听不到了 现在差很多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以参加福音队为荣 所以国内国外 我不知道跑了几个 我就不讲了 但是对我而言 我觉得我去参加福音队 去那个很落后的地方 我可以感受到 其实我们是够富足的 我讲一件事情来首尾 我的小孩 我的小孩心点大一 他跟着我去到 中国的一个地方去服饰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 是一个医疗福音队 然后去的时候 五六个年轻人一起去 在两个礼拜回来之后 我的女儿 有人做形容牧师的孩子 像魔鬼 小魔鬼 我的女儿高一回来 到现在已经大一了 她每天都灵修 她每天都灵修 我不是说灵修是怎么样 而是我发觉到 当我的孩子去服饰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开始有转变 他的生命就开始被雕塑 而且雕塑出来的样子 不是我爸爸 不是我妈妈想的样子 而是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样子 以至于他考试的时候 他会感谢神 考不好 沮丧一下就好了 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发觉到那种态度 是这些年轻人需要的 那这些需要从哪里来 我觉得教会应该要重启 早期我们在帮助年轻人的那些模式 或是更多模式 来帮助这年轻人继续往前走 不要让他们只有以为舞台 才是他们的人生的ending 我个人觉得这是完全不对的 我就很想把舞台拆掉 不骗你 但是我不能那样做 我只能说求主给年轻人更多的资源 让他们的资源是能够流向上帝来塑造他们的 我的女儿是这样 我一个好朋友因为这样子 她也是学音乐的 她现在做小朋友的工作 做得非常好 那我说你怎么又做小朋友 她就把音乐用在里面 帮助很多小孩子去唱跳 去认识神 而且教材我看的我好喜欢 我都很想像一些其他的音乐教材一样推广 但是我相信这些资源 如果能够引导他们来认识神 他们来经历神 他们来服侍人 可能会比给他们一个舞台还重要 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点我的末了的话 也求主借着这个平台 让年轻人听到了之后 想想看 你不要只以为你在台上才能够弹琴 你在台下弹琴说不定神更爱 说不定你去老人院弹琴也很好 说不定你在家里面弹给爸爸妈听也很好 我个人觉得没有那种一定要拉个线 说我音乐服饰就是要以舞台 我就是在舞台上面 谁说的你的舞台在哪里 你说在那里死就好了 但是我求主帮助 让教会的领袖能够看到这样的需要 觉得我完全呼应他刚刚讲的福音队 我自己带了七八年的福音队 我女儿三岁跟着我在福音队 我们的孩子也是从小看我们一起服侍 跟我们一起服侍长大 我带孩子参加福音队 到很多父母很惊讶 说你可以带这么小的小孩子去福音队 后来的父母就跟我一起这样做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 我们这些带着孩子从小一起服侍的这些孩子 他们长大以后很少离开信仰的 那宏文我的女儿也是在 我的女儿也是在做儿童事工的 然后也是学音乐的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带着孩子服侍 孩子就跟着服侍 那孩子只会看得到生命 那你刚刚说福音队 其实我很有感动 我们当年圣罪还要用自己的假 有没有 自己的年假去福音队 对没错 然后圣罪有些我们都自己出钱 然后我们好像以参加福音队为荣 我带了七八年福音队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或者说教会队服侍有点窄了 好像变成只有在教会里的 不是走出去的 所以今天请这位 清洪文牧师这位这种 我整天在外面跑的 牧师传道人这样子来我们 跟我们分享 我们就是希望鼓励 就是音乐不是关在教会里停留 只能在教会里而已 他可以在世界 他可以在任何地方 也可以出去真的是走动 我补充一下 各位听众 如果你是学音乐的 你们应该没有我写的歌多 我大半写两三千首歌了 一点都不夸张 其实我想把普巴奈给你们看 我有写那个很大的 也那个很小的 我没有机会唱 但是我知道我服侍神 我就有记录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今天去跟农人在一起 你就不会写歌 错了 那就成为你的养分 所以我都是因为服侍 神就给我歌 我跟这个人唱歌 跟这个人对话 我发觉到那个歌词 那种生命的那种经历 就这样也出来 所以我建议 如果年轻人 你一定要服侍神 你不服侍神 你关琴门来 念琴 那不够的 你看一个小孩子 让那个小孩子 跟你的互动 你把他的互动 写成歌 我现在就发觉到 我跟我女儿在互动 我的女儿是汤宝宝 我最后做结束 汤宝宝 我就陪着她 每天对她唱歌 你知道唱到一个程度 我居然写了一个诗本 我本来想要写四百首 一年 我每天对她唱歌 我唱四篇 我发觉到 其实如果我们服侍神 在小孩子身上 我们依然可以看见神奇妙的伟大 奇妙的能力 奇妙的作为 你也发觉到你的爱会很少 你要从神知取爱 这样的过程当中里面 我真的发觉到 你只要做神 神要你做的 也尝试去走 神要你走的 你一定会成长 一定会有歌的 不要每次都唱别人的歌 我都觉得说 所以年轻人真好是因为 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来敬拜神 但是请不要 把它套入基本公式 我个人觉得 那些太简单的歌词 或是没有经过思想的歌词 我会发觉到很可惜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创意就在那个歌词当中里面包装起来 这是我个人最后的鼓励年轻人的话 也谢谢玉玲老师让我有机会跟你们聊天 没有 我牧师很客气 他很可爱 他是一个很交换职的人 他想了就说出来了 这样子 可是很真 很真诚 很真心 那他 他刚刚讲的 我觉得都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帮助 我认为 他刚刚讲的就是 诗歌的创作者 你真的是要有生命的 你就需要有生命 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没有规定你一定要是哪一种 但是有生命的 而且跟着生命一起磨的 你刚刚讲的那个爱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生命去磨出来的歌词 而不是把一些 好像只是词句反复的放在这些诗歌里面 那个没有生命的诗歌 我真的觉得 有生命的诗歌 绝对那个写的人到创作到唱出来 到我们慧众一起唱的时候 那一定是深渊与深渊相应和的 那在神面前蒙极大的喜悦 OK 谢谢侯温牧师 我们很高兴 还是要再请你来 一定要再请你来 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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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